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也未必如此 因为他们是受到社会科学多年训练的人 所以他们听不懂反而是正常的 他们要是听得懂的话就表示我们训练失败了 因为我要用的语言是日常生活的语言 不是科学的语言 他们熟悉科学的语言 所以我讲了半年他们听不懂 我试试看今天要谈的这个问题 我没有准备PowerPoint 因为我不知道要从何处讲起 刚刚吴林老师说要不要我来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我想只有一点可以介绍 我上课的时候我有一种想法 就是多数人进到课堂里会预期要得到一种系统的学问 然后离开这个教室之后就有所得 我的愿望是同学进来之后 我能够摧毁他这个系统的学问 他出去之后呢 他就可以重新去理解他跟这个社会的关系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科学啊 我讲的今天讲的这个科学主要是社会科学 但我觉得这个也跟自然科学的这个科学哲学啊 没有太大的这个这个差别 因为这个社会科学都是模仿自然科学 以前没有 以前我们研究文化研究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 没有什么科学的概念 但是这个近代以来啊 应该说现代以来啊 我们就比较想要这个从这个研究自然科学的这个学术界里面学习 把它搬到这个这个研究人类的这个社会 研究人类的文化这种活动当中啊 所以我们也变成一种科学 就社会科学它就也变成一种科学 早年呢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辩论 到底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 有没有可能是科学 因为他不可能把这个社会这个凝固下来 做一个这个研究 然后这个发现这个他中间的这个人跟人之间互动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遵循什么原则 你做不到 因为你不可以把这个 没有办法把这个社会给凝固下来 后来就有了什么这个自然科学界就有了这个什么测不准定律啊 什么等等等等啊 让我们觉得很高兴 就是说原来自然科学也测不准 他也他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社会科学没有办法 科学化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现在我们要研究的社会把它凝固下来 而不改变它的现状因为社会不断的在演变 人跟人之间不断的在互动如果我们要把它给固定下来就好像这个这个要把这个我们这个量子理论讲说这个是不可能的观察者观察者不可能这个不改变被观察对象的这个现象来观察他 所以我们等于要把这个社会的这个动态给停滞下来观察他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不可能科学有这样的一个辩论到后来发展成今天这个许多社会科学界的同仁想把这个量子理论拿来作为他们的一种这个新的一种启发 看看能不能够在我们这个研究当中能够有所精进 那我今天要开始要讲的就是这个社会科学的前提是什么 社会科学的前提它也是认为说它有一个固定可观察的对象 不然它没有办法作为科学 那这个固定可以观察的对象是哪里来的 我们今天看这个社会科学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以个人为观察 所有的关于社会科学的法则 都是去把每一个个人的这个行为 每一个个人的这个想法 去把它做比较去有系统的整理 把它归纳 这个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归纳出来的这些这个现象里面 去找这个人类行为的原则 比如说我们就问说这个你们大家受的教育是多少啊 这个教育是 有的人是大学教育 有的人是高中教育 有的人是博士 然后再去看你们大家的收入是多少 这个发现他这个收入有一个 大家都有这个不同的收入 然后就把每一个人的这个教育的背景 跟他的收入联系起来 做这个统计上的这个分析 那你这个教育呢 就会影响到你的收入 他这里面就有一个假定啊 就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是自己是高收入的 那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高收入的 那么假如这个教育呢 可以让你得到高的收入呢 你就愿意投资在更多的教育里面 如果这个教育不能够让你得到 这个好的这个收入 你就不愿意投资到这个教育里面去 然后他就会发现说 哦果然这个教育越高啊 这个他的这个收入就越高 但到了这个博士这个层次呢 他可能就会降低了 因为这个得到博士在学校里教书 他的这个收入可能未必会比硕士啊 或者是这个技术人员来得高 所以他就从平均来讲他就下降 那理论上就是大家不愿意花太多的这个钱 投资在这个博士的这个这个教育里面 那这个就得出了一个教育跟收入之间的关联 这个最早的研究人家是在英国做 因为英国是最早的现代化国家 过了这个不久做了也过了一阵子了 过了这个几十天之后 就有人跑到印度去做一样的研究 发现这个印度的教育水平跟收入之间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印度有这样的关系 英国也有这样的关系 那不就表示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就是这样的一个曲线吗 就是教育越高 收入越高 但高到一定程度再高下去的话 他收入可能就会稍微降低一点 那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社会 人类社会现象的一个法则了 就后来有人就说想想说不对啊 这个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 你在英国发现的现象 到底是这个印度跟英国一样 还是因为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 印度所有的这些制度 他这个人类社会运作的这个方式 都是从英国拷贝过去 所以你跑到印度去研究教育跟收入之间的关系 和你在英国研究没什么两样 也就是说 这个印度到底是一个模仿的行为 还是一个人类社会普遍的行为 如果印度只是模仿英国 那我们在英国跟印度都发现的 共同的教育跟收入之间的关系 他就不能够简单地视为 是一个普遍性的教育跟收入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那他就 他其实是英国模仿印度 那你说模仿有什么不好呢 如果全世界人都模仿我 全世界人都想要模仿我 那是不是表示这个人类的历史 最后发展的结果就是 这个所有人都会跟英国一样 因为英国的这个社会现象太迷人了 如果每个人都追求更高的收入 每个人真的都想追求更高的收入 每个人当然都会最后变得跟英国的社会一样 去投资到教育 所以这个英国的社会就成为一个 大家都要模仿的一个模式 那就算我今天印度是模仿英国的 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最后 人类社会最后 每个人都要模仿英国 毕竟追求更高的收入 都是每个人的期望 所以每个人都会模仿英国 所以每个人都会投资到教育里面去 那就算这个原来英国的模式 不是人类普遍社会的法则 但是它最后会变成人类社会普遍的法则 这也不错啊 我们如果社会科学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不是跟上帝一样了 因为这个例子 我就在我们的这个古典的这个文献里面 想到一个类似的例子 我不记得我这个类似例子 以前有没有谈过 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孟子说 这个鱼与熊掌不可 这个孟子说不可得兼还是不可兼得 我已经忘记了 好像不可兼得 不可得兼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那你一定要逼他选的话 他就选熊掌 他就不选鱼 孟子一说他两个都喜欢了 但是你要逼他选的话 他就选熊掌 那这个社会科学家一定很好奇了 我们科学家嘛 什么都要解释 他就要解释说 为什么这个孟子会选熊掌 不会选鱼 大家就会有很多假设 比如说孟子年纪大了 他吃鱼太多刺 他不好吐 所以他就决定选熊掌 或者是山东靠海 就经常吃到鱼 他想想那还是吃熊掌好了 反正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假设 假设了以后 我们再看第二个老人 他也选了熊掌 第二个住在今天山东的老人 他也选了熊掌 没有选鱼 那我们这个社会科学家很急切 把两个人连在一起 那这不就表示说 选熊掌 是山东的老人必然会选的吗 这就变成我们的一个法则 假如我们再去看第三个人 第三个山东的老人也是如此 那就不用再做研究了 三个 我们母体就是三个人 三个人都一样 那当然这个选熊掌是理所当然 但是孟子自己觉得鱼与熊掌不可得奸 那科学家告诉孟子说 其实不是 你不了解你自己的偏好 你这个偏好是 所有住在山东的老人一定有的偏好 就是你会选熊掌 不会选鱼 你以为鱼跟熊掌 对你而言是一样 其实熊掌是你一定会选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孟子可能听了 觉得这科学人是很厉害 把我自己心底 自己没有体会到的偏好 都抓到了 这个理论在我们 我们这个经济学里面很重要 我们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 我还都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它叫做reviewed preference 就是你的行为透露你的偏好 就是你今天消费 你今天选这个喝牛奶而不喝豆浆 那就是表示 你一定是喝牛奶的 这个得到的 这个 这个 效用 得到的好处 要比你自己觉得得到的好处 要比喝豆浆得到的好处多 所以这个叫做 你的行为透露出了你的偏好 有人就讲了 那今天我生日我不想上课 我想到外面去 但我想一想 我如果不上课 老师会给我扣分 我还是来上课好 那经济学家就会告诉你说 你其实是想来上课 你不是想去过生日 你说不对啊 我是想去过生日 我不想来上课 我是怕被老师罚 所以我才来想上课 那经济学家就告诉你说 你怕被老师来的 罚的这种恐惧 大过于 你想要去 过生日这种快乐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你就是在想偏好这个字 在我们那个中文的语言上 或者是英文的语言上 偏好的意思 偏好就是主观的嘛 我主观认定 经济学家就是告诉你说 你主观认定的 不是真正你主观认定的 你主观 你不晓得你自己的偏好 而偏好就是我主观认定 所以你主观 不晓得你自己的主观 就变得有这样的一种 很矛盾的这种 语言上都说不过去的 这种现象 这个里面啊 就必须要让我们来反思 像比如说刚刚孟子讲的 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得见 那孟子觉得鱼跟熊掌 对他而言 他是偏好是一样 科学家可能跟他讲说 你真正的行为是 你喜欢这个熊掌 而且你喜欢熊掌是理性的 因为你年纪大嘛 你吃这个鱼太危险了 这个刺会梗到糊了 所以你选熊掌 其实是理性 人都是理性的 人都是追求理性的 那好 这个原则就建立了 再过几年 十几年 就有人选了鱼 没有选熊掌 那到底是我这个鱼 法则错了 我这个原则错了 还是这个人错了 我要是科学家的话 我觉得我最简单 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说这个人病了 这我科学法则我就维持了 我何必为了一个人来改变我的法则 所以这个人有问题 我就给他看病 不断地跟他讲说 他应该要吃熊掌 说服了 他就吃熊掌了 那我的科学原则就维系了 再过几十年 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了 因为吃鱼是有问题的 所以鱼不见了 你做科学研究的人 不会再问鱼跟熊掌 哪一个你比较喜欢 你问这个问题都会有问题 因为鱼是不理性的 你怎么会问一个不理性的问题 鱼怎么会问一个 已经不存在的选项 大家已经公认不理性的选项 所以鱼不见了 那就肯定科学了 你只能选熊掌了 你没有其他学校了 这个对我而言是蛮可怕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解构科学的过程 就像是找鱼的过程 就把那个被科学封锁掉的 那个选项 那个可能性在一个个把它找回来 到底科学封锁了什么选项 那科学之所以会封锁选项 就是我们社会科学 它都是做一个人一个人的研究 它只要有够多的人 够多的人遵行同样的原则 它就可以建立法则了 它如果能够教你 教会够多的人 它就建立科学法则了 也就是说这个科学法则 不是它主观意识 人类社会活动之外的一些 已经事先决定好的原则 而是我教出来的 你看这个诸位看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刚刚说 想要赚大钱投资创业的 去看那个创大钱要钱啊 钱哪里来啊 你赶快去看那个电视上那些 股市的分析师啊 他教你怎么在这个股市投资赚钱 这股市分析师 他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 以前有个卡通电影 叫《摩登原始人》 如果你让这个股市分析师 去告诉这个摩登原始人 怎么投资的话 他一定一头雾水 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他弄得莫名其妙 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股市 但是今天在我们现代社会的人 说你没有听过股市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你到了股市你要投资吧 你到了股市如果说 你投资违反了 一些你这个股市里面的 一些原则的话 你就赚不到钱了 所以你想赚钱 你就要学这个股市投资的方式 赚快钱怎么赚 这个长期累积增加储蓄 要怎么投资 要怎么买股票 大家就会告诉你 你就会学学学学学 学会以后你就理性了 这理性是你学来的 学了之后呢 你不投资都不行 因为你不投资 你就放弃了你自己的这个scale 你的能力你把它放弃掉 但是这个是我们学来的 股市不是与生俱来就有的 但是我们学了股市 认为股市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认可了 资本主义本来就是人类社会 必然会发展 如果股市的原则必然是这样 那么股市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 那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这样子发展 那你要不要进一步去问说 资本主义社会哪里来着呢 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社会呢 我们社会科学家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古代 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社会 很多人都研究这个问题 各种各样的答案都出来 资本主义社会当然就是说 要运用人的增加收入的这种诱因 这种物质利益的诱因 你要去赚钱 你要去累积你的资本 赚资本 但实际上也未必是如此 刚刚有同学想做CEO 很多CEO他的目的到后来就不是赚钱了 他最后的目的是要让公司成长 这是他最伟大的目标 公司成长 自己会不会赚钱 可能都不是最重要 当然我们这个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主要 资本主义假定的 就是把这个工具变成了目的 资本主义社会 跟我们刚刚研究 孟子山东的老人 跟我们研究一个人要不要投资教育 他都是集中在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单独的个体在研究 就是我个体的行为 我个体的想法 是我建立所有社会科学法则的基础 不管你是人类学 不管你是人类学还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 或者是国际关系学不管是什么学问 都是看你这个个体在国际关系里面个体就是国家 都是要看你这个个体 个体决定了一切 所有人类社会的法则都是根据个体来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 所以在社会科学里面都假定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 现在我们要选总统了 选总统了 很多的民意调查机构就来问 你会投给谁 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什么政策 候选人都跑来调查 说你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健保制度增加收费啊 你喜不喜欢这个把这个同志的教育加到教科书里啊 你喜不喜欢这个喜不喜欢那个 然后还有更厉害的他就要来调查说 这候选人喜欢的到底是电影明星 还是打棒球的 如果喜欢电影明星的话 我就弄一个电影明星到我的这个候选人名单里 如果喜欢打棒球的话 我们就把一个棒球的英雄弄到我候选人名单里 都在调查 不断地调查每一个人 然后他们就开始推出候选人 推出政策 然后我们大家就投票 决定 他们谁当选 如果我们讨厌这个执政党 我们就投票 让执政党下台 我们让这个在野党上去 我们讨厌这个在野党 我们就让执政党继续决策 投票 那政治科学是在研究什么 政治科学就是在研究 到底影响一个人的偏好是什么 就刚刚讲 你喜欢电影明星 还是喜欢运动明星 你喜欢这个国家 多花一点钱在国防的预算 还是少花一点钱在国防预算 你希望这个求和 然后放弃一些你的这个选择权来求和 还是希望主张战争 打赢了我可以天高皇帝 什么人都管不了我 你喜欢哪一个 大家就要去问 问你的前提就是说 你是主人啊 你知道你的偏好是什么 你自己根据你的偏好做决定 然后我们就投票 政治科学家就天天在研究 每一个人的偏好是什么 然后他就把他研究出来的结果 告诉政党 政党呢就根据政治科学家 所研究出来的每一个人的偏好 来涉及他的政策 然后来吸引选民的这个喜欢 然后选民就投票给他 他就当选了 所以啊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主人 因为社会科学自始就决定了 所有的法则 都是根据个人的行为 加总起来 来判断 这个是aggregate 我们在英文里 我拼的对不对啊 aggregate 一个一个加起来叫aggregate 这个跟collective是不一样 collective就是所有人在一起 你只看这个人 你看所有的人一起看 你不是看那个一个一个的人 我们在社会科学里面没有人研究collective 你要建立法则一定是研究个人 然后把个人的行为加总起来 所以我们才会研究每个人的偏好 然后我们投票 我们把这个执政党选下来 选一个在野党上去 人民当家做主了 对吧 然后输掉了政党就跑来跟你讲说 他在这个选输了之后 他这个选举之夜 他就讲说 这个不认识在野党 还是执政党 今天人民是赢家 他一定这样讲 对吧 因为你们投票嘛 你们投票决定了我们的生死 你们是赢家 他选输啊 他只好下台啊 是你们大家决定我下台的 所以你们是赢家 我下台了 我生命有没有受到威胁 没有啊 因为我们是民主社会啊 不会把下台的人杀了 我的财产会不会被充公 不会啊 我们是民主社会啊 选输了下台就好了 你财产也不会被充公 过了三年 你又当选了 你又回来了 你不回来 可能你的配偶 你的先生 你太太回来 不然就是你的孩子回来 不然就是兄弟姐妹回来 怎么又是你们这些人 没有关系 跟他们没有关系 又是老百姓决定的 老百姓不喜欢他们这样子的话 可以投别人嘛 投这些 不是政治家族的人 政治家族不是只有台湾才有啊 全世界都是政治家族 美国也是政治家族 日本也是政治家族 韩国也是政治家族 没有一个被我们认为是民主社会的 它不是政治家族 我以前在美国教书 在明治苏大教书 我班上一个学生 我觉得他这个又不学习 这个 这个 讲的话好像都跟我上课 讲的东西 这个 就是没什么关联 好像这个教科书 事前也不先读 但他讲话的时候都是 充满了这种 自信 然后都穿西装来上课 后来我才知道 他爸爸是州参议员 然后他说他将来也要选州参议员 那我当然相信他了 班上其他的人 这些其他的小孩 没有人会想到自己将来选州参议员 但他爸爸是州参议员 所以他对他自己有这样的期许 他也认为他有这样的能力 他的举手投足 他的谈吐 看起来就是参议员的样子 后来我有一个回到台湾来教书 我班上有一个同学 他父亲是好几年的立法委员 我上课教大家讨论 他讨论的时候站起来发言 就是本席认为如何 本席认为如何 我一开始不太晓得 后来知道原来他爸爸是立法委员 他以为他在立法院 本席如何 本席如何 这个政治家族 是有传统的 是有文化的 你知道怎么样玩政治 你认识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然后你怎么样 进入到他们的圈子里面 他们讲话要怎么样讲 吃饭要怎么吃 你从小就看 这些贪腐怎么样进行 怎么样去你勾血 你从小通通都知道 那别人怎么 白手起家 他怎么跟你 你要跑去跟一个派系谈判 跟他要票的时候 一个白手起家的人 怎么跑去跟派系要票 说我有什么样的理想 我要改革社会 我要打破派系 那个派系领袖一天吓坏掉 对吧 所以全世界都是政治家族 那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思考 我们所有人的好处坏处 他不在乎吗 你们把他选上来 他在这个位置上 赚了一大堆钱 搞垮了政策 有什么关系呢 是你们选我的 你们不喜欢我 你就把我选掉 我跟你讲 这一档更糟 更贪污 不行你看这个人贪污 这个人什么 你想说这个人好坏啊 这个不行 还是你这个在 这个执政党稍微好一点 我选这个执政党 那是你选的 你做主人了 在党过五年 七年三年卷土重来 你做了主人了 我们都觉得自己做主人了 他不在乎我们呢 他为什么在乎我们 因为你把他选掉了 他生命没有威胁 财产没有威胁 过三年他又来了 就算不是他 在上面的人 选上的人 也要照顾他的利益啊 不然他怎么执政 社会上这么重要的 一大帮子 利益卷在一起的人 你不好好照顾他 那他怎么好执政 所以都要谈判啊 他们这个一谈判 跟我们选民什么事情 我们选民 只有在这个做民调的时候 好像伟大都不得了 就是我在做决定 那这种 我们人民已经当家做主 我们透过投票 可以把我们不喜欢的人 给选下来的 这样的一种自主意识 是哪里来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 社会科学家创造的嘛 我们从经济学家开始 就是研究每一个人的偏好啊 然后我们去看这个市场啊 经济学家就最喜欢 跟你画一个什么 需要曲线跟攻击曲线 然后看他们之间 怎么求得平衡 然后跟你讲说 最好的就是要这个 完全这个没有大企业统治的 这样的一个是最好的 现在这个社会 哪有没有大企业统治 全部都是统治 橡皮筋都统治 何况这个其他的这个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是大企业在统治 大企业跟大企业之间 还有财团 财团看它是卖什么的 对不对 如果它是在全世界 这个调集这种 这个原材料的话 那么它就全世界都要建立 这种大的这个庄园 大的种植场 大的矿场 大概全世界都要去建立 对不对 那跟我们选民什么事 当然跟我们选民 因为它价格它决定了 所有的价格都是 这些人决定的 它没有经济学家所讲的 那种竞争的市场 没有说是好像 这个消费者可以做决定 消费者好像在做决定 但是消费者的选择 不是消费者可以事先决定的 消费者有什么选项 不是消费者决定的 所以最后你只能去买他们的股票 你不要想自己弄一个公司去创业 跟他们一样 假如你创业成功了 大家给你拼命鼓掌 你要小心 因为你的创业成功 刚好证明了 这个市场是公平的 对吧 这个叫橱窗效应 这是为什么要有这个 我们讲说要有这种 这个 这个affirmative action 中文叫什么 这个我都忘记了 这个就是 这个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 我们要给他配额 比如说考台大 或者是申请这个 加州的这个大学 你要有配额 比如说你这个华人 你要限制他的名额 这个是当然没有限制 将来会限制 加州将来可能会限制 这个过去没有限制 但是你要保障 比如说西班牙裔 因为加州的西班牙人特别多 你到了这个纽约 我一个老师跟我讲 说你去看哥伦比亚大学 40%是犹太人 40%是亚洲人 让剩下的人去分剩下的20% 这口气真狂啊 就这个在哥伦比亚大学 进得去的就只有亚洲人跟这个犹太人 他自己本人是犹太人 他看我是亚洲人 所以他这样跟我讲 所以好像我们是优秀的民族之类的这样的话 但我听了就是战战兢兢的 所以我们看起来每个人在做决定 实际上我们没办法做决定 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做决定 我们还被人家教的 以为我们在做决定 然后这些掌控的人 经常要来巴结我们 以便来取得我们的这个同意 但他可能会失败 因为我们觉得看他可能很讨厌 对吧 他可能会失败 但他失败了不代表我们就做主了 问题在这里 他失败是他的失败 他记取教训三年五年四年之后再来 我们呢 我们每一次都成功 因为每次选完都是人民胜利了 但事实上人民什么都没决定 这个并不是只有我们讲这个选举 讲国家是如此 整个国际上都是如此 我们讲说研究政治学的人 研究社会学的人 研究经济学的人 他是以个体为单位 研究每一个个体 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人 也是以国家为单位 研究每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行为怎么样 那个国家的行为怎么样 然后我们有一种理论说 国家跟国家之间一定会 出现这个权力的竞争 权力竞争的结果难免就会打仗 打仗就有人赢有人输 有人被征服 有人甚至被灭国 这很可怕的事情啊 灭国历史可能就是大屠杀了 这从历史上 有很多的历史的故事 什么特洛伊啊 木马屠城啊什么的 等等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木马屠城 不是只有台湾的 很多地方都讲木马屠城 意思就是说敌人要来了 所以你们要选我 木马屠城就是这个战争 国家跟国家之间战争是常态 是很可怕的 怎么样避免战争呢 你就要跟其他国家结盟 结盟是一个理性的行为 去看国家每一个是个体 这样 结果呢 他们就不断地打仗 不断地征服 他们要抢殖民地 这个抢殖民地要打仗 这个殖民地革命也要镇压 但他们自己是民主国家 这个1980年代 以降到今天为止 一个很有名的理论 叫做民主和平论 就是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 要打仗 要么就是不民主国家之间打仗 要么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跟一个不民主国家打仗 那言下之意就是 不民主国家之间打仗 是你们有问题吗 因为你们不民主 更严重的就是说 假如一个民主国家 跟一个不民主国家打仗的话 是那个不民主国家的问题 因为民主国家 跟民主国家是不打仗的 所以假如一个民主国家 去打不民主国家 是那个不民主国家的错 因为假如你是民主国家 我们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无论如何 战争是很可怕的 这个是二战 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大家共同的教训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死了几千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几千万人 在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还有什么西班牙内战了 在打这个一次世界大战 一直到今天 没有多久之前 南非还有种族隔离了 对吧 然后还有丢了一个原子弹 两颗原子弹 把日本人给炸死了几十万人 更不用说 德国的纳粹 有这个Holocaust 有这个 Holocaust什么翻译啊 还是没有这个翻译啊 叫什么 大屠杀 就叫大屠杀 他就是犹太 对犹太人的这个大屠杀 这很可怕 这个国家很可怕 所以这个欧洲国家 以及还有包括这个 从欧洲出去的 这种我们叫做肯直的殖民地 就是由欧洲人占领以后 进行殖民的 在当地进行殖民的 像澳洲啊 美国啊 加拿大这种 就它不是 不是像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这样的一个殖民地 它是由这个欧洲人去那里 这个移民到那里 然后对那里进行 进行这个殖民 就是我们叫做肯直 Satellite Colony 叫肯直的殖民地 你会发现 这些过去的殖民国 殖民母国 过去的殖民母国 主要是欧洲国家 再加上这些肯直的 就是欧洲人去建立的 这些殖民地变成国家以后 这些国家在二次大战之后 就深刻地反省 觉得说 我们这样子搞下去不行 因为一次大战之后 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国际联盟 目的就是要避免 再发生像一次大战 这样的一种残酷的战争 结果失败 因为他们还在抢殖民地 他们彼此之间 还在怀疑对方 要占领自己的领土 所以他们就反省 反省了之后 他们想说不行 我们要建立规则 成立了联合国 联合国还不行 因为联合国跟这个 一次大战之后 成立了国际联盟 性质差不多 所以欧洲国家 就在想说不行 我们太坏了 我们这样子屠杀 这个人类 不行 所以我们要痛定失痛 我们要想办法来 让我们不要再杀人 但是不行 我们每一个国家 刚刚讲的 就是个体 每一个国家 都是追求欲望的 每一个国家 都必然要扩张的 那怎么办 他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讲好 来建立一个规则 我们为什么愿意建立规则 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自己太可怕了 我们杀太多人了 就大家一起联合起来 开始慢慢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的建立 各种各样的规则 就是欧洲国家之间 建立各种各样的规则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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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几十年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欧盟 欧盟非常的骄傲 他认为就是说 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的 道德超强 因为欧洲国家之间 再也不会用战争 来解决问题了 然后我们看世界各地 怎么还在打仗 你们这些国家 怎么这么落后 为什么不学我们呢 我们已经不打仗了 你为什么不学我们呢 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眼睛里看到的 这些打仗的国家 都是他以前的殖民地 独立之后变成的国家 跟欧洲国家完全不一样 欧洲国家就是一个一个国家 这些国家是哪里来的呢 诸位可能还不清楚 以前历史上 在欧洲的历史上 有一段时间叫做黑暗时代 这个黑暗时代就是 就是后来 后来的人回头看 觉得那个时代太可怕了 就叫做黑暗时代 黑暗时代就是由 罗马教廷 天主教廷统治的这个时代 这个所以教会 约束了一切事情 教会超人 超这个生死大权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 这个宗教改革 有新教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基督新教 基督新教就讲说 这个上帝不是透过你 这个传教士来控制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 上帝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没有人比任何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高 那这个罗马教廷当然不同意 所以信基督新教的 和这个接受罗马教廷的 两边就开始打仗 打了一百年 最后签了一个条约 就是这样子好了 不要再打了 每一个国家自己决定 要信什么教 所以这个信基督新教的国家 这个国王决定要信西出新教 这个国家就信基督新教 他决定了之后呢 这国内就要打一阵子 因为这个西出新教 跟原来的这个天主教徒 要打一阵子 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 马歌皇后 还是歌马皇后 我都忘记 大家可以去看 这个就是这个 基督新教 那个打起来 那简直是 这个也是很凄惨 但我们现在忘记这一段 因为这个对于欧洲人而言 它是黑暗时代 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个黑暗时代 我们已经进步了 所以欧洲国家 它每一个国家都是有主权的 因为是上帝 让我成为这个国家 这些后来的天主教国家 也都进行宗教改革 因为有文艺复兴嘛 文艺复兴就是人本主义啊 什么东西要归结到人啊 有了人本主义 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 这个新 新教的这些国家 有了宗教改革 然后就开始有了扩张 要宗教改革 就要扩张 要传播福音啊 然后就开始有了殖民地 有了殖民地之后 就开始有了科学革命 来诸位知道 我们今天的科学 是殖民主义刺激出来 早期的科学 科学革命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什么天文学啊 气象啊 航海啊 动物学啊 植物学啊 全部跟殖民主义有关 所以今天的科学 是殖民主义刺激出来 没有殖民主义 没有科学革命 无论如何 这些国家都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然后他们就到殖民地就占殖民地 把非洲拉丁美洲就画 画起来 所以这个国家是这样子 国家是根据它的殖民地来的 那么这些殖民地后来独立成国家了 就是根据原来殖民母国画的那个范围 它就变成独立国家了 这个独立国家有可能跟欧洲的主权国家一样 这个独立国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族 这些不同的族被划进了一个国家之后 然后我们叫他们要选举 为什么要选举 因为你变成一个国家独立了之后 谁是政府啊 当然是跟你殖民母国关系最好的那一错人 变成了政府 他们就控制了这个殖民地 他变成新的独立国家的独裁者 一定是如此 而且这个独裁者一定是跟原来殖民母国 几乎一定跟原来的殖民母国是合作的 因为不然的话 殖民母国怎么会容许他成为新国家的政府呢 为什么要合作 因为他那里有矿产 他那里有经济作物 他那里有大的这个 大的这个啃植场 原来是我殖民母国 剥销你殖民地 现在你独立了 所以我继续在那里经营这些矿产啊 这些这个经济作物厂啊 就变成是你自愿的了 因为你是主权国家了 我也是主权国家 那我倒能以投资 你要保护他 你当然保护他 我认得你嘛 你跟我过去就是买办嘛 什么 你就是这些当地我最熟悉的人 你就会保护我啊 你保护我是你自愿的 因为你要赚外汇啊 你要出口要赚外汇啊 那么在这些农场 在这些矿场里工作的这些工人 哪里来的 都是乡下家里面一个一个养出来的 养出来的这些健康的劳工 在你殖民主义的时候 通通被逼迫的要去工作 你怎么逼迫他呢 你说我们每一家要收人头税 人头税就是说 你多少人就要交多少税给我 交多少钱给我 那乡下的人哪有货币啊 你要换货币 你只好出卖你的劳力啊 你就到工厂去工作了 到这个大的矿场 大的农场去工作了 这样你就有货币了 有货币你就可以缴人头税了 现在你成为独立国家了 你不用缴人头税了 你是自由劳工啊 你自己愿意到这个农场上工作 所以大矿场还是大矿场 大的经济作物厂还是大的经济作物厂 劳工还是同样一批人 但是殖民主义没有啊 变成是自愿的 国家是自愿的 工人是自愿的 每个人都是自愿的 每个人都变成是劳动力市场上的自由劳工 你自己愿意来的 不然你不要来嘛 不来的话 你怎么买这些产品 你已经离开了你的家乡 你的家乡已经不是种原来的这些 这种古物 可以吃的古物了 已经都不种这些东西了 你改种咖啡了 你还要从市场上进口这个古物 卖咖啡进口古物 本来你生产古物 现在变成你还要进口古物 因为你的劳动力都去生产咖啡了 这是你国家自愿的 这个劳动力也是你自愿的 然后呢 这个劳动力市场上可能有不同地方来 不同种族的人 你独立 国家独立了之后 这个独裁者是可能属于某一个种族 某一个语言民族 某一个肤色 或者是某一个祖先传统 他们这个 有他自己的这种历史的这种观点 历史的传奇在那 那其他人就要被他压迫了 因为他拿到国家的资源 他就分给自己人 所以他自己同族的人就得到更多的好处 不同族的人就得不到好处 那不同族的人怎么办 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全部都是跟殖民母国 在一起啊 那大家拿的东西是一样的 那大家拿的东西是一样的 一样少 现在有人拿多了 有人拿少 然后还不让你来参加我的政府 所以我对你进行压迫 我对你进行压迫的时候 你找谁帮忙 你隔壁国家的同族的人 你的同族人在隔壁国家可能是执政者 他可能是比较大的族 我可能是法国 他可能是德国的殖民地 那他可能跟德国的好 他就执政了 但他看到同族人被欺负 他就要来帮啊 那就打仗了 因为国家跟国家之间是打仗啊 在欧洲人的眼睛 那是打仗啊 但他不是在打仗 他是同族人啊 这一族人跟另外一族人 本来也是很好的相处 像以前这个南斯拉夫 瓦解的时候 1990年初啊 刚刚有人同学讲到这个东欧 这个所谓的民主潮 南斯拉夫也瓦解 变成好几个共和国 然后就发生战争 这个塞尔维亚是 这个宗教跟这个旁边的这种 克莱西亚的宗教是不一样 他们原来是南斯拉夫 两个不同的 属于两个不同的这个共和国 其实也不见得真的属于 两个不同的共和国 老百姓还是生活在一起 但是你这个共和国一化 就把它硬切就切掉 切开来 这个情形不是只有东欧才有 今天的中亚 最近才打仗 是乌兹别克跟哪一个国家打仗 是塔吉克还是 我忘记了 这个 我这个地理不行 这个打仗呢 都是画出来的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 英国的首相叫布莱尔 声音很好听的 满口谎言 在这个英国说服全世界 试图说服全世界 伊拉克有这个 有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的 就靠布莱尔那一个非常美丽 清楚 好听的声音 要大家相信他 我们已经发现了证据了 什么什么 就什么都没有 美国人把这个 伊拉克打得稀巴烂 布莱尔就跟他就讲说 哎呀 这没办法 你们祖先五百年来 都在那里斗啊斗啊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可能 立刻解决你的问题 而当地的这些 这个 住在当地的人就跳出来说 哪有这回事 我们祖先五百年来 都是和平相处啊 什么叫做我们五百年来都在斗 是你想象我们都在斗 如果我们都在斗 你就没责任了 因为不是你造成的 殖民地里面变成独立国家 里面很多的族 这些族 它不是自愿变成同一个国家的 它是殖民母国把它画的 殖民母国把它画了之后呢 就去剥销殖民地的资源 这样它就可以来支应 它国内的体制 所以它国内可以做民主制度啊 它很多的这个钱 它在外面打仗的这个钱 在哪里来都是从这个殖民地 转过来的 从殖民地的资源拿来投资 像包括最近这个法国 在非洲的这个 这个一个殖民地 把法国人赶走了 哎呀 这个问题真是很大 这个法国总统 最近跑到哈萨克去 因为法国所有的右矿 都是从这个非洲来 非洲最近革命要把它赶走 它跑到哈萨克 哈萨克是很大的右矿 我看到大家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法国总统突然跑到了 这个哈萨克去了 殖民地它不可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 因为殖民地在成立的时候 就注定的是一个分裂社会 因为他们本来住在一起 共同生活的不同的种族 变成了一个国家之后 其中一个族成了独裁政府 另外一个族就被压迫 所以内部就出现了种族灭绝 外部来援助的人就变成了战争 所以他们就变成了落后的国家 还在用战争解决问题 但他们会变成用战争解决问题 的前提是殖民母国把殖民地 化成这个样子 化完之后又把它们变成独立国家 这里叫他们从哪里去辩论呢 因为这些殖民地的精英 全部是殖民母国训练 他们训练的高等教育 都跑到殖民母国训练 所以他们脑子里想的 都是殖民母国那套东西 他也觉得自己国家落后 他也觉得自己国家不民主 脸上无光 所以他也要促成他自己国家的民主 他国家是什么民主的 这投票怎么投 你像中亚这些国家 都是游牧民主 逐水草而居 一家一逐的 逐水草而居 你说叫他们投票选一个政府 他怎么去选一个政府 他要投谁 他投的票是代表他个人的偏好吗 没有偏好是让政治科学家最焦虑 如果你没有偏好的话 1995年我在大陆的民政部开一个会 那时候他们发动 透过福特基金会的支持 开展村民自治 所以每个村都要自己选村长 当然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是很长的故事 但是他们就觉得说改革开放 当时这个中共中央还出了一本 有一个这个很重要 中共中央最重要的智库的 这个领导人还出了一本书 叫民主是个好东西 这个一时洛阳只贵 就所有人都在这里选 选村长 然后到了1995年 就要有一个 有一个等于是一个阶段 要来反省看怎么样进步 就开了这会大会 这个福特基金会派来的人 就是哈佛大学法律系的教授 他是福特基金会的代表 他给这个kino speech 他的kino speech他就讲说 哎呀每个投票都好 但是他所担心的 就是他讲 他用英文 他是用英文的演讲 他说women in the house 就是在家里 在这些村民家里的这些女人 不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投票 为什么呢 women in the house 当然是要听他的那个 那个公公的话投票 公公说投谁就投谁 他不能按照自己的偏好投票 他为什么一定要有偏好呢 他为什么一定要关心选举呢 他为什么一定要去投票 投村长 因为投票就是民主 民主是个好东西 所以党中央就规定 每个人都要去投票 所以这个支部书记呢 村里面的这个书记就动员 每个人都要去投票 投票率要96% 99%才行 所以每个人都要去投票 那我去投票我投谁 我也不知道我投谁啊 问我公公 也不必问了 公公就会告诉你投谁 对不对 你一定投你自己家族的嘛 你怎么可能投另外一个家族 除非你家族自己闹分裂 那是铃铛别人 没有偏好 他就很担心这个问题 后来我当时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这个民主呢 本来就是为了保障人权嘛 这个避免再发生像纳粹 大屠杀这样的这种事情 那也就是说 你希望这个维持每个人 他愿意生活的这个状态 假如这个Women in the House 他讲的这个 他认为没有主体系 或缺乏偏好的这些 妇女的这些村民 需要改造的话 才能够进行民主制度的话 你是不是推翻了 你推行民主制度的初衷啊 你初衷就是要保护人家 不要被改造吧 不要像纳粹一样被人家改造 结果你要先改造他 才能够推行民主制度 那你这是什么 这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英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每个人迟早要学的 那你学英 你只要研究英国就知道 普遍制度了 你只要研究孟子一个人 你就知道普遍偏好 那最后所有人都要学他的嘛 最后每个人都要学英国的嘛 英国已经走到历史的最前端了 大家都要走这条路 那你现在殖民地 刚刚讲 彼此之间争战 这个殖民地自己不能够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要么有投票 投了也没有意义 要么根本就不办投票 久而久之你要赢取老百姓的信任 你要搞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不但是对付国内的一族 也要抵抗外族 如果你去抵抗你的殖民母国的话 他就跑来搞颜色革命 那你就麻烦大了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西方的政治学理论里面 把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分成好几种 一种当然就是民主国家 自由民主国家就是欧洲 欧洲跟这些欧洲人去建立的这些 肯直的殖民地 这是自由民主国家 然后还有那个内战打了一塌糊涂的 不能够建立自己的 这个叫做失败国家 他没有办法统治自己 比如说像苏丹 南苏丹 这种没办法统治自己 失败国家 像北韩 人民肚子胃不饱 叫失败国家 但北韩看起来好像还 抵抗得蛮成功的 到后来 连核子弹都建立了 不用担心 我们政治学家老早想好了 这些叫做流氓国家 这学术术语上就叫rock state 这个刚刚讲的失败国家 就是failing state failing state跟rock state 那你假如碰到一些国家 它跟你又不一样 它又不走民主 它又没有失败 它也不是在那里 就是一个人关在那里 抵抗你 不理你 让你进不去 甚至它还产生影响力 影响到其他的国家 成为其他国家的范本 这些国家就叫做修正主义国家 世界上就有两个修正主义国家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俄罗斯 还有第四种国家 就是模范国家 韩国 新加坡 台湾 这种新加坡可能还 让他们有一点游蚁 因为新加坡没有采取民主制度 它是一党专政 它现在很 不知道要不要把越南加进去 越南很希望作为民主国家 但是越南是共产党一党执政 所以有人开玩笑 说你只要做美国的朋友 你就是民主国家了 不 那个是美国的不对 并不是理论上必然会如此 因为欧洲国家 还是会在那里监督你 你是不是民主国家 你有没有遵照人权 可是我们刚刚就讲说 这些国家是不可能遵照人权 这些国家 它思考的范围里 不是以个体为基础 你去问每个个人的偏好 什么有意义的 这些文化 它是以整体为基础 这是collective collective跟aggregate是不一样的 aggregate就是一个一个人加起来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主体 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 每个人都是天生平等 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自己的欲望 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欲望 至于你追求的结果是追求得到 追求不到 那不是我的责任 是你自己的责任 如果你实在追求不到 你生活得太凄惨了 那其他的人应该要帮助你 其他人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因为他如果不帮助你的话 他觉得他心里不安 这个就是慈善 慈善事业的来源 就是说自由主义社会的人 的慈善心很强烈 因为他看到了其他人受苦 他会联想到自己 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这样受苦 一个人最基本的生活的权利 不能够保障的话 我得保护他 当然这个也不是没有这个条件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 你是不是白种人 所以最近有好多的批判 也就是差不多 应该是从2010年之后开始 这个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就批判这个我们现在主流的政治学是种族主义的政治学 他不是说政治学家本人是种族主义 政治学家可能是很好的人 而且非常照顾非常关心少数民族 有色人他可能非常关心 所以不是说政治学家本人是种族主义 而是说他的理论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理论 因为在他的理论里 他完全不考虑到不同的国家 他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同很多国家都是collective的文化 不是aggregate的文化 collective文化 我想我们这个社会 受这个儒家文化的影响 最能够这个体会 因为在这个基督教这个世界里面 这个人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在外面 我们人被他创造 每个人都是平等 每个人都福音上帝 每个人都可以祷告 每个人都可以受到上帝的眷顾 每个人都是平等 上帝到底要不要眷顾你 不是你能决定 上帝的意志不能参透 但是在我们路加文化里不是这样 路加文化这个天生万物都是天地 天就是父地就是母 天地养成的这个天生的这个万物 这个皇帝呢 他面对的是一群老百姓 我们讲说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用今天的术语来讲 中国古代的皇帝的话 那当然就是独裁者 对不对 他是一个人独裁 当然他不完全是一个人 他有他的 他有他的这个顾问 对吧 这个贤人 君子 他有顾问在那里帮助他 后来有科举制度 有文将有武将 有这个文臣有武将在帮助他 但是他为什么要关心老百姓 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民主社会的这个统治者 他不用关心老百姓 因为老百姓不喜欢他 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 他就是过几年卷土重来而已 对他完全没有生命财产任何的影响 那独裁 连这个民族选出来的人都不关心 独裁者为什么要关心 这个就是秘密之所在了 这很多人不了解 为什么中国皇帝里面有好皇帝有坏皇帝 有的皇帝是这个 这个是减政让权 这个不施天下 他就是可以这个赈灾啊干嘛 每天都大家看那个雍正皇帝这个电视剧 这皇帝每天在想 怎么样对老百姓好 皇帝为什么要关心老百姓 这是很奇怪 他不是独裁者吗 他过得愉快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关心老百姓 几千年下来 恐怕还不止几千年 因为孔子孟子他是数而不作 孔子是 孔子之前有好几千年了 对吧 五千年七千年的智慧 那个时候没有记录 我们不知道 但是那个智慧已经存在了 所以孔子讲的话 我们今天常常讲说孔子讲的话是一堆不相干的这些说教 孔子变成说教也是汉朝以后的事情 到了宋朝以后更是如此 但是孔子在他那个时代不是不单纯是说教 不只是孔子而已 九流十家 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处理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暴政必亡 暴政必亡不是道德原则 暴政必亡是一个法则 是一个启蒙 就是当时代的人突然间意识到这是一个法则 暴政必亡是一个法则 法则哪里来的 是古圣先王几千年累积出来的 这是一个法则 这个不是一个道德原则 因为暴政必亡并没有告诉你 你要怎么办 这九流十家都在想办法 说在暴政必亡这个铁则之下 我们要怎么办 奴家的办法就是说你要对老百姓好 你要不对老百姓好 那你就没有人 老百姓就跑掉了 老百姓跑掉那你完蛋了 老百姓跑掉你就没有 没有鼓务了 没有军队啊 没有人保护你啊 你王朝就垮掉了 但是老百姓跑掉 跟老百姓投票把你选下来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孔子以前讲啊 说这个天下无道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帮无道则引 这个可能大家念这个文化的这个 这个中学的时候念这个文化的基本的这个文化的时候 都读过 帮无道则引 帮无道则引的第一层意思 它好几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如果这个君主太坏 暴虐 讲也讲不听 孔子说啊 你那个朋友啊 你碰到你的朋友啊 做不对的事 你跟他讲一次就好 他要是不听 你就不要跟他做朋友 不会跟你讲第二次 这个你的这个国王做不好 我就不要给他做事了 我就躲起来了 我就在这个街坊弄堂之中 过我自己的生活 教我自己的书 那这个诸侯这个这个大公啊 他可能就派来把你抓去 你不行 你非得帮我忙 那你还得跑更远 你得跑到山林里面去 做贤远赫 像竹林七贤一样 这样就不会被抓去了 这是帮无道则引 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啊 就是你如果引了 旁边的人看到了 他可以引 那我也可以引啊 这个我们在讲这个 讲罗宇的时候 好像这一层就没有人讲到 帮无道则引 有一种示范的作用 我躲起来了 我不缴税了 我也不给他当兵了 我也不给他修城墙了 那别人看来说 那他可以这样 我也这样子 我也就跑掉了 我也不要以他 那这个国王就完蛋了 他没有古物 他没有军队 他就完蛋了 这是第二层意思 帮无道则引 还有第三层意思 就这个人太坏了 他还在那里吐露 他自己的百姓 这个国王 所以我就去投奔 另外一个好国王 然后他就可以心思 他就可以来蒸发这个 这个 这个坏国王 把他打败 这个古书上这种事情 多得不得了 你看战国册 看什么 这种故事非常多 我记得有一次看到 是谁写的 我都忘记了 是不是假疑心书 还是是哪里 讲这个咒 最后在跟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周 周的这个军队 打仗的时候 咒叫他的军队 大家上啊 结果军队没有人理他 他的军队没有人理他 结果他自己还在那里 要去跟人家打 最后被人家打死掉 打死掉之后呢 他的军队 就把他的尸体抬起来 丢到城门外面 然后围观的群众 就城外围观的群众 就冲上去 去这个 踩他的尸体 打他的胸膛 把他的里面的内脏 都挖出来 就好像事先有约定一样 这个上面 我看这个书上这样写 就好像事先有约定一样 这很有意思吧 在这个西方的民族 这个理论里面 有这个社会契约的理论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追求 这个欲望的这个权利 那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呢 我们大家加起来签一个契约 说我们让这个统治者来照顾我们 他如果不照顾我们 我们就把他推翻掉 那我们有这个契约 大家来照顾 所以这个叫社会契约论 假定每个人是个体 那在我们儒家里面 没有社会契约 但我这样看起来呢 也不是没有契约 他是有这个自然契约 这国王跟天签了约了 说我要照顾老百姓 你要不照顾老百姓 天会知道 因为天听之我明听嘛 所以天会知道 你不照顾老百姓 这个名是什么名 collective 哪有一个老百姓会告诉天 哪一个具体老百姓会告诉天 说国王没有照顾我 但是老百姓一个一个跑掉了 一个一个在街上饿死掉了 天就知道了 天怎么知道 天是看整体老百姓的状况 他知道 所以这个独裁者会害怕 为什么会害怕 因为呢 人人可以替天行道 你说你是独裁 你权力一把抓 你身边的人也在想 这个权力智慧好 我也要这个权力 可是我不能杀你 我杀了你 人家不就把我杀掉了 可是假如你是一个独裁者 天下人人知道你是独裁者 那我把你杀掉 我就做王了 大家觉得我好啊 因为我干掉了一个独裁者 人人得而诸之啊 这个叫诸杀暴君论 人人得而诸之 那你说这个君王害不害怕 他旁边每一个人都可以杀他 他保护他自己的唯一的方式 就是旁边的人 没有杀他的正当性 谁要杀他 谁就会被杀 所以就没有人会杀他 这个不是靠他的权力啊 因为旁边的人要杀他 他怎么防得了 他防不了 宦官要杀他 大臣要杀他 他防不了 但是人人得而诸之 如果他失去正当性 这个正当性 就是看这个collective collective能不能控制 不能控制啊 完全不能控制 你以为你能控制 事实上是不能控制 你控制就控制一个一个个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有这个路上 观察你每一个个人 但是没有用啊 因为支持你的人 如果活不下去了 他还管你控不控制他 老百姓不管了 他活不下去了 甚至说他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就饿死在街上 饿死在街上 旁边的人就要看了 你这个 你暴君啊 你让我们老百姓饿死了 这个老百姓 抱着一种风凉的态度 在旁边看这个暴君的时候 暴君就失去正当性 那他就完蛋了 人人得而助之 而且杀他没有错 对吧 这不是文诸一夫 咒语 未闻弑君语 这个是谁讲的 孟子还是谁讲的 你把这个独裁者杀掉 不是独裁者 就是这个独夫 把这个夫杀掉 所以独裁者很害怕 独裁者会关心老百姓 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 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受到 卢家的这个熏陶的话 你会相信 你是真心关心老百姓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危 但是没关系 这个九六十家 没有一家 不是在讲这个暴政必亡 只是大家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对吧 卢家是跟你说 你一定要对老百姓好 一定要对老百姓好 法家是说 你要让老百姓 对你又爱又怕 你要给他很多好处 让他喜欢你 然后你要去惩罚那些 这个不听话的人 让大家怕你 你不能只让大家怕你 你也不能只让大家喜欢你 你两手都要 这个要这个 两手并用 这个农家就说 哎呀你这个君王 要跟老百姓一样耕田啊 这样 你跟老百姓要耕田 老百姓就肚子饿 也不会来抢你 因为他知道 你跟他一样在耕田 一样苦哈了在耕田 卢家就说 那我要保护所有的人 我只要保护 我如果能够保护一个城 这个城里的老百姓 就会非常的兴奋 这个墨子 我看这个墨子这样写 就是九流十家 都在想这个办法 可能唯一的例外 就是明家了 但明家在历史上 都被杀光了 因为他们找麻烦 到处找人家麻烦 明家的理论就是说 这个法律是没有用的 你要替每一个人 建立适合他自己的法律 而且替每一个人 建立自己适合的法律 还不够 现在的法律 跟等一下的法律 还不一样 都会变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跟你说白马飞马 这个就是后现代的观念 所以后现代本身也是一个 建构出来的概念 因为在前现代就有 这种观念 所以这个明消失了 在我们政治科学里 这个明啊 就是墨子也想吃的鱼 这个collective的明没有了 就是墨子的鱼没有了 你找不到它了 任何人再去讲collective 你是不正常的 你要被纠正 所以你只好回到 aggregate做你自己的个人 然后被人家来调查 说你今天喜欢 什么样的东西 被这个试调公司来调查 你喜欢吃哪一种口味 就好像你自己在做决定 你事实上 你所有的偏好 都是被人家塑造的 你所有的选项 都是人家赐给你的 但你以为你是主人 你很高兴 我们算是非常幸运的 如果你到 一些被切割的 四分五裂的 一塌糊涂的这些 殖民地独立的国家去 那你问题真是很大 我们刚刚讲那个 中亚的这些游牧民族 它是逐水草而居 你知道 在这个主权世界里 有一种东西叫做飞地 飞地in cliff 就是说 在别人的国家的领土范围内 有一块是你的土地 那在中亚这种飞地特别多 因为它是游牧民族 那飞地特别多 那这个国家 如果要对付这个飞地的话 就很简单 它就把飞地的 周围的交通给切断 不让你去跟母国往来 那你说要不要打仗 所以这个欧洲国家 就看这些人都打仗 都不限制自己 他不了解一件事情 欧洲国家为什么愿意限制自己 我们刚刚讲 是因为他们觉得 他自己做了太多的坏事 杀了太多的人 他太有罪恶感 他觉得自己的这种 追求这种独立 主权独立 不顾一切的扩张的这种行为 实在是太低廉了 我们作为一个现代的人 我们文明要进步 所以我们要建立这种制度 来限制自己 他是因为天天杀人 杀了几十年 不止几十年 杀了两百年 他悔恨了 所以他就进入到了 今天的这个 道德超强的这个境界 他没有想到的是 殖民地独立的国家 没有一个去打过 这种世界大战 没有一个去搞这种 种族屠杀 当然也没有罪恶感 他们的问题是说 他这个主权国家 根本不被你承认 因为他这个主权国家 是四分五裂 他是四分五裂 是因为你殖民母国造成 你殖民母国造成 他四分五裂 他没法成为一个主权国家 他也不可能去侵略别人 他也不可能去征服别人 他也不可能变成是 一个殖民母国 他当然也不可能变成是 你以为的自由民主国家 然后来接受 欧盟这样子的 这个限制 他根本感觉不到 这样的一个需要 他没有罪恶感 他没有搞这个纳粹大屠杀 然后我们搞纳粹大屠杀的人 现在不搞了 觉得自己文明进步了 然后看人家 怎么还在那里打来打去 说人家是 这个落后 然后还把人家的知识分子 训练成 跟我一样的眼光 回去告诉他说 你是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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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拼命想办法变成我 越变就越失败 然后突然间看到说 怎么中国崛起了 中国没有改变 中国没有变民主国家 它是一党专政的 然后他跑到我这个国家来投资 我为什么要接受他的投资 中国关系最好的就是巴基斯坦 所以北京就跟巴基斯坦人讲 所以你现在的恐怖主义很严重 对不对 我给你造桥修路 修一个个路 路修好了 这些人都跑出来工作 恐怖主义没有人了 你如果今天要去围剿他 你不会成功的 你围剿就要靠美国人帮忙 美国人还会把钱 给这些恐怖主义来撤走你 你永远不会成功的 那我帮你修路 修好了 恐怖主义就没有人 他也是跟菲律宾这样讲的 那个当年那个杜特蒂总统 之前不是跟北京 在南海问题上闹得很僵吗 杜特蒂当选之后 一当选 北京就把大量的这种 反恐的装备送到了明达纳尔 而且在明达纳尔开始造港 把海上的思维延长 拼命地造港 造港的目的就是反恐 他的反恐方式就是 想把我拉大家赚钱 这个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论 就说大家赚钱 你恐怖主义就没有来源了 他到斯里兰卡这样子搞 他到这个 到这个 刚刚讲这个 非洲各国就这样搞 到巴基斯坦这样搞 所以人家就说 这不错呀 这是另外一种模式 所以 在欧洲国家的眼睛里 这个就是修正主义国家 因为他会改变自由主义的秩序 他看你呢 他看一个巴基斯坦人呢 他是看所有的人 他不管你个人的偏好 他看这个非洲 这个南苏丹 他是看南苏丹所有的人 所以这个非洲国家有一个 有一个知识分子他就讲 他说我们现在非洲人的办法 就是要在殖民母国给我们化界的基础上 相互接受 就不要在自愿自爱 说我们社会被他们切割成四分五裂 然后我们的同族在邻国 什么一大堆 不要在自愿自爱 我们先在殖民母国给我们化的基础上 彼此接受 这个就是欧洲国家不懂的 因为欧洲国家没有一个 要被人家承认的问题 可是所有的殖民地 都有一个不被承认的问题 不被谁 不被欧洲国家承认 欧洲国家不承认 你在这个国际上就没有地位 就哪里也不能去 他会制裁你 你什么地方都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他说我们先在彼此接受的基础上 重新团结非洲成一个整体 他说如果我们不相互接受的话 那我们永远要打来打去 我们必须在殖民母国 留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遗产 遗产上 相互接受 彼此是主旋模样 也就是说你做你的独裁者 我做我的独裁者 然后呢 我们来发展 发展之后呢 你独裁者就不用压迫你的老百姓 或者你继续压迫也没关系 反正大家赚钱 所以要先彼此相互接受 那也就是反对欧洲的这种干预 说因为你不人道 不民主 不自由 所以干预你 而且要承认每一个独裁国家 相互承认 然后发展自己的国家 发展从哪里来呢 中国给钱了 中国现在不止中国给钱来了 全世界都抢着要给钱 改变了这个国际秩序 就是说 给钱让人家造桥修路 变成是影响力的根本来源 改变了国际政治的规则 所以人家就攻击他说 他是修正主义国家 但非洲国家的这个思维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们先相互承认 我不管你是独裁 还是不是独裁 先相互承认 相互承认之后 我们才有可能发展 发展之后 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打开 我们的疆域 变成一个非洲 非洲从此以后就会 将来理想当中 就会变成一个国家 一个continent 当然这个是很理想的 但这个当然也就是说明了 他们的反省就是如此 现在阻挠这样的反省 就是我们社会各一家 我们还是不断地在散播这种 以个体为基础的这个语言 让大家相信 我们就是主人 我们可以决定一切 实际上我们是巩固 复制既有的统治集团 大资本家 但我们以为我们 权力操在我们手里 又是我们在决定 他们赚多少钱 他们可不可以执政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也讲得好累啊 今天先到这里吧 我也不知道 大家听得懂听不懂 希望听得懂 我想掌声给大家 优优贤 我们可以这样 感恩 不需要 他们以为 existe 被馁